肺部肿瘤所引发的关注 作者王元甫 根据台湾卫生署公布 2006年国人十大死亡原因 癌症居于首位 其中肺癌居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一位 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位 笔者的医生同学中 有一位已因肺癌过世 一位尚在治疗中 两位也已因大肠癌过世 所以即使有良好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技术 也很难克服癌症的难题 不论是已开发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 癌症已是全世界重大的健康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预测 2010年 癌症将取代心脏疾病 成为全世界头号的健康杀手 到了2030年 罹患癌症的人数和死亡率更将会倍增 为什么癌症病人会愈来愈多呢 原因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致癌物质的环境中 不管我们所吃的 所喝的 所呼吸的空气 所接触的环境 辐射线与电磁波 都含有致癌物质 科学进步与工业化 的确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裕 有得必有失 工业化也产生了无计其数的有害化学物质 这不仅污染了大自然环境 也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依据笔者的看法 如果环境持续恶化 现代人得癌症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这样充满致癌物质的环境中呢 这已不是无知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人类道德的沦丧 黑心食品的出现 就是因为商人没有道德 为了私利 在食品中添加不该添加的有害化学物质 政府也为了经济发展 向资本家妥协 牺牲了环境的保护 癌症也可以说是 人类为了享受现代物质生活 所自偿的苦果 再加上 人类不再敬天为神 自私自利 追求享乐 道德低落的同时 也使人类对抗疾病的能力降低 所以癌症的盛行率 与死亡率都节节攀升 金融大海啸 以使得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 接下来 人类道德的沦丧 会不会也带来人类健康的大浩劫呢 人类道德的沦丧 人类道德的沦丧